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一辈子 法白成立到现在 十年 十年一瞬 每一次都这样 要跟大家讲一件事就是成立到十年 其实到现在其实不容易 我觉得真的不容易 我们开创了一个很不一样的法律事业 没想到学法律的人也可以玩媒体 对 很多人会觉得 以后是不是法律系毕业 也可以做类似像法白这样的事情 没错 蛮感动的 可以把法律知识分享出去 也给社会大众不同的观点 对 就是法律传播 法律知识传播这件事情 变成一个大家也可以来做工作 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自己看到我们这样子成长 觉得我们不简单 很感动 我觉得我们很棒 一直自吹自嘴 不是啊 不然要说什么 我觉得我们 很废狼 不用假谦虚 太矫情了 所以最近这个柜子 也很辛苦弄出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 法白问卷 法白问卷 为什么 因为我们即将要推出一个新的订阅制的计划 没错 那在推出新的订阅制计划之前 我们需要了解大家 哎 喜欢我们什么东西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想要支持我们 那支持方式可能参加活动 买书 嗯 等等的 是 但是我们知道有更多人 他们希望可以长期 陪我们一起 滴水长流 哎呦 白话白意叫做给我们钱啦 对 对 所以我们会想知道大家 想得到些什么东西 我们也想知道 如果提供回馈的话 嗯 什么样的东西 是可以更帮助到大家的 没错 对 所以我们做这个问卷 然后我们希望 听到这边的朋友 现在就是听完这一集 或是现在暗暂停 去节目资讯栏 去点击这个法白问卷收集中 知道大家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我们才打造出一个最好的订阅制 推出更好的东西 订阅我们 支持我们 也吃得开心 我们也开心 没错 而且还可以帮到大家 对 大家都开心 双赢啊 谁最不开心 馆长最不开心 为什么要找到馆长 看到我们这种知识进步 他就没有市场 说不定他也想要知识进步啊 你干嘛预设人家不想要知识啊 我会想 他只能说我爱黄国操 其实他最爱是贵旨 你还是把他讲出来 哈哈哈哈 说不定黄国操也听啊 真的吗 对啊 那边听边骂我们而已 这在讲什么东西啊 可是做笔记 下次叫骂 下次再骂叫骂 对 没错 故意不提到我们 哎 哎 好希望这个社会 如果更加推进的话 大家至少先帮我们填一下问卷 没错 让我们了解大家 没错 嗯 好希望大家现在赶快去填 赶快去填啊 拜托啦 填的越多 大数据越多 才能更精准的分析啦 要做大家填完之后 要来订阅 没错 好就讲拜拜 拜拜 好大家好 欢迎收听 骂译不绝 我是主持人骂译 今天来宾 好就是我们法白的成员 婷毅 嘿嘿嘿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等一下 笑傻小 你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自我介绍一下 对因为你上次出现的时候 没有自我介绍 哦 有啊我有说我是鼎翼啊 那让大家觉得你更立体一点 更立体一点 对 你在法克电台过去很常出现 嗯 那大家都对你的印象是 你是一个很serious 深入分析议题的人 然后上次你在 若育不绝出现的时候 我的剪辑师说 鼎翼好活泼 哈哈哈哈 他没有看过我这个样子 对我们的剪辑师是佳穎啦 嗯 佳穎以前是法白同事 其实 大家都认识 只是他过去看到你的时候 你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安静的人 那我就是一个闷骚的人 很闷骚人 哎呦 所以大家知道你第一个 你是很闷骚的人 我上身是摩羯座啊 哎呦 哈哈哈哈 哎呦 这个下面帮我留言一下 上身摩羯会有什么样的特质 OK啦 反正 立体哦 我不知道有什么样立体 我觉得 好吧 我是 我是挺异的 那 现在73公斤 哈哈哈 够立体吗 哈哈哈 这个 大概170公分 这个很立体的 长得蛮矮的 哈哈哈 没有啊 嗯 杨桂之才矮 哈哈哈 杨桂之请问 有他有170吗 没有啊 干 杨桂之跟江浩游都没有170啊 干 我们三个人一起出现一些场合 说我喜欢我带两个小矮人 哈哈哈哈 漂亮哦 呵呵 好啦 我们今天要聊什么主题 先慢慢来嘛 哎呦 慢慢来啊 慢慢来啊 对啊 哎我先跟大家讲 我觉得有些特质 你 我 从我角度看 我觉得也有必要跟观众分享 啊 对对 从你的角度看 我是怎么样的人 对 我很喜欢你一件事情 哎 是 我觉得你很有斗志 斗志 嗯 什么的斗志 就我先这样讲 我认为我是一个 台湾上我觉得我自己自属于是个做事 认真的人 嗯 然后只要我做 只要我做事情 通常我就会觉得 在我会在我能力范围所及 把这件事做到 我认为的最好 嗯 就不一定是每件事都做到100分 可是在我心中的100分 嗯 我会尽力做到这样 对 所以我也会欣赏有这样子特质的人 嗯 那我觉得你也是有这样子的特质的人 是 没错 比如说 一个议题发包给你 干你就是 你就是要研究到很极致 嗯 很了解 了解到我 我怎么问你 你都有办法回答 对 其实我就很喜欢这样 因为台湾上我觉得这样的人很少 嗯 我认真讲 我觉得 有斗志把事情完成的人 是少的 是没错 或者说大家讨论什么样议题的时候 你不懂的时候 你也会很专心的听 你也会介入的讨论 然后你会发表你的看法 对 我很喜欢这样子 因为我很讨厌别人 就是一副都事不关己啊 或是觉得都没有我的事啊 或是说 哎呀 我就让我不懂这样 嗯 就我觉得 有人有斗志这件事情 就这种特质我非常非常 欣赏 哇 你把我描述的好好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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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过运动比赛吧 有啊 有看过啊 对不对 就是输没有关系 嗯 但不能 不能不拼 我这是欣赏你那时候 那个运动会 之前运动会 我们法白运动会那个 就看到你有没有 平常 你也没有时间练习 嗯 工作忙得要 怎么可能去打篮球啊 打什么 对 那个 接飞盘啊 怎么可能 但你我们 我们接飞盘 大家都没练过 嗯 上场的时候还是 拼到底 拼到底啊 拼到底 我 我觉得那 因为我们每一年 法白都会跟另外两家 就是企业一起 这个举办运动会 嗯 嗯 另外一个企业是 哲律法律事务所 跟这个 搜寻引擎 Lost note 这样子 嗯 我那天回去 我身上全部都OK 哈 我真的 我的膝盖啊 我的大腿 全部都OK 你看他多拼 我拼啊 我只要上场就是拼啊 哇 一定拼到底 就是摔伤也要 就是也要拼 我真的是 嗯 Respect你 有输过没怕过 你知道吗 诶我们真的是很拼 我们前 上半场跟下半场都超拼的 很拼啊 上半场 8比0 对我们0分 哈哈哈哈 没有我后来 这个 因为接飞盘 这个游戏 它其实是 有点像是 橄榄球 嗯 对 飞盘模式 我后来回 因为我其实一周 都在看这个比赛 嗯 然后后来回去看 我觉得我们 策略错误了 啊 对对对 其实应该是要 在丢之前 叫就要有人先跑 没错 对 我们到 我们到那个 上半场结束之后 我们才发现这个 对 这个这个小技巧 对这个 如果明年有机会的话 这个尬尬看 打他们都偷练啊 我们下天还偷练 对所以 依照你这个特质 所以我觉得很喜欢 就是说 诶我有时候 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些议题 嗯 然后我可能 就会 毕竟身为学长 还是会特别 这个说教一下 说诶 那你可以看什么书 看什么书 诶你真的会去看 没错 跟我讨论 会觉得 会觉得 就我觉得这样上班 才有意义 嗯 嗯 就是才有成长的感觉 啊 我其实是看书不多的 因为我看书真的太慢 啊 就连到这本 这本书 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这本 爱的艺术 嗯 我其实还没看完 没有关系啊 但 但最后面剩的部分 其实是有关于这个 这本书的作者的介绍 也是蛮重要的 不过我还没看完 ok 但我就看得非常慢 没关系 就是大家也知道到 就是 呃 反正体力是个很斗智的人 嗯 我就就是 就是喜欢跟有斗智的人相处 好的话是这样啊 但太超过的话 他就会变成完美主义 对 这个就需要调整 没错 但我觉得每个人都会 就是有斗智的人 都一定会经历过一个 就是完美主义的 嗯 这个状态 因为完美主义的时候 有时候其实蛮是 蛮负面的 嗯 就是可能 当如果今天我ABCD医药工作要做的话 我的完美主义 可能只能摆在最重要的标的 对 就剩下可能做到80分 其实就很完美了 对对对 这个在职场里面 其实我目前 经历过最担心的状况 就是会不会有一天 嗯 因为我自己个人坚持 坚持自己完美主义 对 导致说跟其他人合作的 嗯 一些事情 对 没有办法 好好的完成 对 这其实会变成是一个 很严重的事情 对对对 这是我 我在 我检讨自己 应该说反省自己的完美主义 这件事 这件事情其实 让我反省很深啊 不 我觉得或许可以换一个角度想 就是我自己都会画圈圈 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你分享过 画圈圈 就是呃 简单就是 你用三层圈圈 嗯 最终最新最终的就是核心的 对 然后再来就是第二层 再来第三层 你这样听 但观众应该也听得懂 对就是这样 这个设计的法 同心缘 同心缘啊同心缘啊同心缘啊 刚才讲话笑 这边就有词 哈哈哈哈 讲不出来 同心缘 对我会把我尽量我的同心缘 最就最核心的事情 最核心的就是你的核心价值 所以你会最坚持的事情 我会尽量画小一点 嗯 就是我我会让第二层大一点 从我自己相处就是 所以你看哦 我在法白工作上 你应该只看我坚持事情其实蛮少 对 除非是 我说你假设今天要讨论到演讲这件事情 我可能会很坚持 因为我这个我没话讲 哦 谈论到演讲 洛毅最硬的哦 对 因为我觉得我最强 硬到不行 我觉得这个我最专业 可是剩下的事情 硬到我有点小兴奋 你看 哈哈哈哈 先跟大家讲 你意思是异性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OK 所以我就会觉得 其实剩下的事情我就会 可能就会拿 就是如果 同心最核心的那个缘 我会拿出A的态度 A的标准 嗯 那第二个我觉得 第二层我就拿B的标准 嗯 所以我不会拿A的标准 去要求每一件事情 哦 对对对 就是我会要求事情一定是 那是我最强 交给我来 嗯 所以我只要在法白里面说 交给我来 这件事情通常一定就是 它会落落到我的A 就是 这件是我最强 我真的可以百分之百处理好 嗯 否则我完全不会这样 这样 哇 嗯 这真的很重要 那个 那个圆怎么画 然后怎么 怎么去平衡 对 这个比例怎么去平衡 对 真的很重要 对啊 因为如果你核心的 那个圆画太大了 嗯 一定保 对一定保 一生的课题 对没错 那我们今天就要讨论什么 一个一生的课题 对 嘿 也是一个一生的课题 对 所以我其实这一集的标题叫什么 停意教你怎么 诶 停意来 哈哈哈哈 等一下 诺记 叫什么 忘记了 我有 我有 我有记录 应该是停意教你怎么 怎么叫 什么叫做爱 对对对 是这样吧 差不多 差不多 我看一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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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绕赛 哈哈哈哈 叫做 停意教你什么叫做爱 没错 对 所以就 停意就来 跟大家讲 什么叫做爱 对 今天就要来 聊 做爱 对 不是 今天是要来 讨论什么叫爱 不是做爱 OKOK 如果要讨论什么叫做爱 我会找许南方 哈哈哈哈 哈 不找我 我看起来很像不会做爱吗 说不定我很会做爱 说不定你会做爱 这个我是不知道 嗯 必须我是义训练 想要体验一下吗 你也是义训练 对 我们这个恐怕 对 除非我们都来一场 义难忘 我可能会真的很难忘 哈哈哈哈 好啦 停意今天要跟大家讲什么叫做爱这件事 什么叫做爱 什么是爱这件事情 因为停意 其实这个事情是这样子 有一次我到停意的位置上发现他桌上摆了一本 那本书叫弗洛姆 对 爱的艺术 没错 然后我就说 哎呦 停意你在研究爱吗 然后停意就说 对 因为我想了解什么叫做爱 哈哈哈哈 我又说那不然就这样好了 你研究完的话 这个我们 我们大家都会这样讲嘛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没错 你都了解完了 那不然你来分享给我们观众 没错 所以我就请停意 这个来跟大家分享 他看完 虽然没有看完 看到反正重点都看完了 书就看重点 对对对 你这个看完这个重点的 这个弗洛姆爱的艺术 有什么东西想跟大家分享 嗯 没错 先跟大家讲啦 就是 毕竟呢 这本书我目前也只读完过一遍 所以 绝对没有办法说 就是把弗洛姆的思想 就是讲得很精透 也有可能会有讲错 这都是有可能 你讲到有很大的重点 这个看 这个就是很有斗志的想法 没错 书看一遍一定不够 一定不够的 反正你要能跟大家分享 可能 以前我们讲法律系考试 都是要看个七遍 对没错 没错 我也是知道七这个数字 对对对 就你想要精通一本书里面的内容 对 你必须要看七遍 对 这真的 我考律师的时候 有些数学真的看要七遍 哇靠 然后我就觉得 那个时候我有精通这样 哇 斗志 对那时候 劳社法 劳动基整法跟社会的法 有这样 嗯 然后后来就没了 哈哈 书一定会忘了 一定会忘 对 对 但我又想到另外一件事就是 就是我们今天 是来分享书里面的内容 对对对 但同时呢 很重要的事情是 它连接到我们的经验 对 这个是我觉得 在我们谈这本书最重要的事情 嗯 嗯 先跟大家讲 因为弗洛姆爱的艺术 这本其实是非常经典的 爱情 关于爱情的哲学著作 非常经典 他非常经典 就是大家 通常如果你真的想要了解 什么叫做爱 嗯 基本上 我看如果真的有sense的人 十个人八个人会推荐你 弗洛姆的爱的艺术 剩下两个是好 可能会推荐你黄山料 那就不值得参考 哈哈哈哈哈哈 没关系 如果你喜欢看黄山料 还是可以看啦 也是可以啊 也是可以 不同的人在谈那个 比如说谈 他们理解感情 谈爱 嗯 他们会讲 讲出某些观点 但那些观点可能 你平常看的时候觉得没怎么样 但是你到 你可能到人生的某一个时刻 你会需要他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搞不好 每一个人都有需要黄山料的时候 是 没错 因为余生是你 晚点没关系 没关系 哈哈哈哈 晚点看黄山料 也没关系 也没关系 对 不要看的话 也没关系 哈哈哈哈 好 佛洛姆的这本书 其实是1956年的时候的著作 非常非常久 1956年这已经 这个是80几 70几年前的事情了 对 二战才刚结束不久 冷战时期 哇靠 你看他有多久 真的很久 对 但是他到现在 他的书的地位还屹立不咬 这个很重要 跟大家讲 爸爸已经有些书笔记 已经没有再刷了 哈哈哈哈 你就知道佛洛姆多厉害了 没错 那佛洛姆这个人 他非常特别 他基本上是学心理学的 OK 对 那他是继承了这个 精神分析学派 就是这个 佛洛姆的学派 但是呢 他对 他在书中 也有非常多对于 佛洛姆的批判 的批判 没错 这个精神分析 这我就很有感兴趣了 对没错 因为我以前研究的时候 说有研读过佛洛姆的 龙格跟拉钢 哇靠 对 我当时真的非常喜欢 我最心于这个精神分析 哇 但我实力恐怕无法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还没看七遍 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 佛洛姆 佛洛姆在书里面 其实有提到 喜欢心理学的人都怎么样 他们其实 最想知道的 最想了解的 是自己 哎呀 真的 所以什么 喜欢心理学都是自私的 是这样子讲吗 对啊 你好办一大辈子 你只想了解一件事情 我自己 这真是合理的事啊 对啊 社会学的人是为了 苍生而努力 心理学为自己而努力 不是 各位 这辈子能够陪你最久的就是你自己 哎 你看你说的很好 对啊 哎 那你不能 你不能不了解自己啊 哎 提一你真的很会安慰人 我就是盘卖家 你是法白里面我觉得最会安慰人 我一直在锻炼这样的技术 我觉得蛮强的 我认真讲 他比如说上次不是有跟你讲 分享说 哎 可是 就是 我有被批评 一个人就是难过 嗯 我跟你讲 所有人的安慰里面 只有你 我觉得那句话是真的有被安慰到 哇 我觉得真的很棒 哇 又你看 又有一个新的特质 哇 我深感欣慰 真的 我认真觉得 就是很真挚 而且很中肯这样 嗯 这对我个人而言 其实怎么样能够在 其他人有需要的时候 接触对方 是 是我 认 我认为 我这一辈子 就是很重要的 想要实践的 哇你心灵捕手 对啊 心灵捕手 对心灵捕手 Catch住你的心 Catch住 人家从悬崖壁掉掉下去 你在悬崖就在那边接触大家 对 OK 这是我 我非常想做的事情 难怪你很想要 就是研究心理学 没错 要先了解自己 才能接触别人 对对对 OK 然后呢 弗洛姆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OK 我们先跟各位讲一下这本书 爱的艺术 是是是 对 爱的艺术它的英文书名叫做 The Art of Loving The Art of Loving 对 翻译出来 应该就是爱的艺术吗 就是爱的艺术 呵呵呵 那为什么要讲英文书名跟他中文书名 哟哟为什么 原因是因为他这个书名呢 就遇长了他的思想 哦哟 对 你会发现说他叫爱的艺术 是 有两个元素 一个是爱 爱的英文他用loving 他用了现在进行式 呃 他是动名词 动名词 同名词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没关系 他是动名词 大家知道为什么 我用多意 多意一直考不过了吧 对 动名词 动名词 对 他用动名词 他用loving 不是love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特质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原因是 原因是因为他认为爱是一种 主动积极性的东西 它是一种行动 它不是一种被动的等待 OK 这是一个他很重要的一个想法 所以爱是主动 是主动 不是被动 是主动 是给予 是积极 OKOKOK 这个论点 如果我听到这边的观众 我想有很多人可能 会觉得很冲击 因为很多人一直以为爱是一个感受 对 很多人觉得 就是说 你爱不爱我 我爱不爱他 这是一种感受性的东西 但其实从接触到 如果你去看佛罗姆他的思想 或像我自己个人去 最近到接触到一些 就是有关于爱的讨论的时候 其实我都认为 爱其实是一种行动 它是一种作为 动词而存在的东西 就爱 我们当 我们常谈论说 询问说 到底什么是爱 我们是在尝试定义它 尝试去捕捉它 可是我认为 其实在人类的世界里面 有非常多 非常多的概念 它其实是没有办法精准定义 OK 爱这个东西 我认为 它也是没有办法精准定义 但我们可以尝试去描述它 我们怎么去描述它 我们可以在 它以某种形式 存在在我们身边 或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描述它 它用这样的形式 爱存在 你这个这段形容超像 这个严决安教授 在这个死刑的 言辞辩论里面 所提的鉴定义件数的概念 真的啊 因为他就是认为说 像凯尔森所提出的 相关的民主理论 认为说 我们基本上没有办法 很完美的达到某些事情 所以我们只能 想办法 接近这件事情 那既然是接近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没有把确定一件事情 对或错 所以只能努力 接近对的地方 所以正因为如此 死刑就是错的 啊 因为你既然不知道 不确定 你就不能做这样子的事情 这很简略的概念 但是跟你刚刚形容的很像 其实真的很像 就是 在爱的艺术 弗洛姆斯认为说 这个爱的艺术 你是要去一生去实践它 OK 对你一生要去实践它 然后你要有纪律 OK 你要有耐心 OK 你要专注 是 而且你对于爱这件事情 你要有无上的关怀 我刚听起来怎么像 常常当兵啦 就超像当兵 对啊 那纪律的意思 等一下 那个纪律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指说爱这件事情 如何去爱 这件事情 是你必须要一生投入的事 对 然后你要专注在 去爱这件事情 我可以啊 你这样讲啊 大家到这边 说不定很多人会觉得 哇 那我不如还是了解 自我爱就好 哈哈哈哈 因为听起来爱真的是一个 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对 爱是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 我会这样子讲 对弗洛姆来说 爱的艺术不是一件 很容易实践的事情 是 你要一生去投入 你要付出很多努力 对 但是我同时也认为 我看完之后 我依然也认为 爱是一种 大家都把它想象的太难的事情 哦呦 哦 你很会讲欸 对 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 来来来 就是我们刚刚说爱是一种行动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东西 行动来代表爱 对对 在 在呃 我们的很多的行动中 你都可以看到爱的踪迹 是 比如说洛姆 你什么时候 嗯 感受到 嗯 比如说你身边的人 不论是你的家人 嗯 或者是你的朋友 或者是你的 呃伴侣 嗯 他爱你 你什么时候感受到 好难哦 很难哦 这真的好难哦 对 你这听起来是一个很稀中平常的一个议题 嗯 诶我好像很难回答哎 很难哦 对 那 那边想过一件事 比如说好了 你现在 你现在非常需要 就是你找不到你的眼镜 你非常需要找到你的眼镜 对 那我帮你找 我帮你找到 好 我帮你找到了 OK 我现在放在你面前 来洛姨 我帮你找到你的眼镜 嗯 你觉得这是不是一种爱 其实有欸 有 有有有有 这就是我说 大家常常觉得爱是很难的东西 嗯 抽象思考上 我们觉得爱很难 对 可是事实上 嗯 爱无处不在 哎呦 有 你刚刚讲 我想到子玉不是有一次他的记忆卡不见 对 然后我们办公室人 我跟你 跟春雨 什么都在帮他找 对 最后 最后不是我找到了 嗯 嗯 那一次要让我感受到子玉爱我 哈哈哈哈 子玉 真的爱你 哈哈哈哈 子 子 我跟大家讲 子玉真的是我们同志之中 啊 就是很乐于给大家爱的 哦 对对对对 真的 对 但是完全看得出来 哦 你这样讲真的是 然后你 OK 你 你这个例子 对 我就有感受到爱无处不在的感觉了 对 就是因为 就像刚刚那个就是 好比说你找不到 哎 你那样讲我真的有个经验 嗯 有一次我跟朋友去泰国玩 嗯 就是毕业旅行大学的时候 然后我们到海里面玩这样子 嗯 然后我眼睛掉了 干 哈哈哈哈 真的假的 对就掉到海里面 啊 后来就 怎么找 就掉到海里面 然后那是 那是旅游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 嗯 然后 干 我想死啊 等一下你近视很深吗 大概四五百度 那那也是有一定 对啊 我想说死啊 我接下来就 我死在泰国啊 我什么都看不到 我是个瞎子 死在泰国的海里 对啊 蛮浪漫的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领队还在那边凶我 说干你是白痴哦 那领队太坏了吧 对就我就觉得妈凶屁啊 就我现在已经这个状态 你是被害者 都是被害者啊 反正就是我有一个同学 他说我大学同学 他叫坦克 哦 他就一直在原地 一直找一找一找 后来又告诉他 诶 路易我找到了 哇 那你撒大了 我真的爱他 哈哈哈哈 我真的爱他 对对 就是你刚才讲 我突然想到这个例子 就是他真的是我救命而冷 好棒哦 因为我接下来 应该还有六天要过火 嗯 他让我的六天 原本原本有 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 我觉得我这六天死定了 但是因为他找到我就觉得 哇 充满了爱 哇 他救回了你 他救回了 真的真的 所以那个感受 你现在这样问我想一下 有有有 有这样子的经验 对 嗯 其实爱 我讲爱无处不在 是因为我们先从 嗯 我们如果先从 对象去区分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就是爱 爱的性质不太一样 嗯 就他同样是爱 他性质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里 子欲时常给我们是同事的爱 嗯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同事 我们可以去 关怀对方的 对 工作状况 对 比如说关 或者是关怀对方 就是说 哎 你有没有什么需要 或者说我推荐你有什么 好用的东西 好用的洗发乳 对对 好用的沐浴乳 子子欲很常这样子 对没错 我关怀你生活状况 哎 如果你有这个需要的话 我告诉你什么东西好 嗯 什么东西是好的 你可以参考看看 对这个就是很多 给子欲时常给我们的同事的爱 OK 朋友有朋友的爱 嗯 是 伴侣有伴侣的爱 是 家人也有家人的爱 嗯 甚至到你对 对于一个你不认识的人 其实也是可以存在在爱 哦呦 存在爱 就对一个不认识的人 比如说你在公车站 一夜请 等一下 太快了 太快了 满脑子做爱 人还在公车站啊 还在公车站 OK OK 公车 公车站怎么样 公车怎么样 哈哈 在公车站 嗯 你看到一个盲人 嗯 然后他看起来好像在等公车 OK 可是他没有跟身旁人求助 嗯 对不对 那有一些公车经过了 他也都不为所动 因为他看不到嘛 嗯 看不到 那这时候 如果你走过去 哎 拍拍他 哎 跟他出个声音说 哎 你是不是 需要帮忙 需要帮忙 你要搭哪一辆公车 要不要我跟你一起等 嗯 这是不是一种爱 有有有 你不认识他 但你觉得他需要帮忙 嗯 那你给予他帮助 是爱吗 也是一种爱 嗯 甚至到说 我们身 我们也不需要谈到当帮忙这件事情 当我们在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看到 呃 看到某一个人 他微笑对你点头 哦呦 赢了 哇 赢了 赢了 这是爱吗 这是爱 恋爱 他会有不同的性质 程度也会不一样 OK 他可以很微小微小 但是他依然存在 他不是不存在的问题 他是程度的问题 这个 这个 这个观点没有好好想过 嗯 就是其实 呃 爱无处不在 对 任何力一点的反应 接触 举动 甚至谈话 其实可能都有充满 爱的元素在里面 没错 OK 嗯 这很有趣 那 关于这本书里面 你其实 刚刚有特别提到说 其实爱是无处不在的 爱其实 虽然很难理解 它虽然它是需要行动 但它其实又没有想象中 这么的困难 对 那你其实特别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呃 在爱里面这件事情 你认为 或者说这本书 带给你一个想法 就是 其实你 大家很经常讲到爱 就是说 啊 我没有爱人 嗯 对不对 然后 对 就说啊 我单身狗之类的 我跟你讲 我超讨厌这种话 我就觉得 他敢干嘛歧视单身的人 啊 不是啊 啊 你是人生胜利主啊 我 我 我跟你讲 那只是外观而已 啊 那只是外观 内心完全不是 啊 真的吗 对 这是另外一个议题啦 就是 就是 不是啊 就这样 我知道在客观上 大家会觉得我看起来很胜利 嗯 但其实我不是一个快乐的人啊 啊 真的哦 对啊 坦白讲 像杨贵姿是一个快乐的人 嗯 对不对 他可以感受 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得出来 没错 我并不是一个快乐的人 你觉得你不快乐 你跟我的个性比较像 你应该可以理解吧 可以理解 就是我们很常会内耗啊 嗯 我想比较多啊 就是你没有办法单纯的享受快乐 嗯 然后有些人就是喝酒喝到 整天在那边喝到醉 嗯 他可以享受 可是我可能就会想到 我接下来醉 我可能会怎样怎样怎样 怎样怎样怎样 你经常担心 对 经常顾虑别人的感受 对 我跟你讲 就像我今天早上跟你录音 嗯 我今天早上是有行程的 对 我在闹钟响之前我就醒来 哇 就是我就早上只要有行程 我就没有办法 我可能到 maybe六七点 我就开始 就是那个 那个睡眠就一定会 那个深睡 他就会往上 往前的地方开始 慢慢跑 变前眠的 因为我知道 等一下有事 我绝对不能睡过 哇 你 嗯 哇 你打从心里面的焦虑 对对对对啊 对 我就是任何事情都是这样 哇 所以所以我会没有办法 就是 对很快乐 好 这是另外一个议题 下次不要约十点半 哈哈哈哈 这只有我下午期 啊 下午期要录音 所以我只能跟你约十点半 好吧好吧 这是不得不的状态 好吧 因为你反正大家 我我刚才我刚才记得是说 大家都很想有爱的人 嗯 可是你提特别跟我提到说 大家大家不并不是 没遇到对的人 嗯 是因为大家都没有好好培养 爱的能力 没错 是什么意思 这一点其实是我总结弗洛姆他的想法 对你总结了三点嘛 对我总结了三点 我们先先讨论第一点 对大家没遇到对的人是因为没有好好培养爱的能力 我们可以先来想想看现在这个当代社会 当我们在谈想要拥有想想要被爱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去思考的 嗯 我们常常会思考说我们是单身狗 对 或者说呃 我们可能就是看一些正妹帅哥什么之类的 但我们我们觉得我们的 我们的世界是天差地缘 对 我们不是相配的 对 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嗯 我们不可能走到一起 嗯 我们经常会这样思考 是 然后我们会想说 哎 我要怎么样子才能够就是拥有一个伴侣 哎 我可能会去 我可能会去怎么样 我可能会去上一些 如果你是异性恋男性的话 你就会上 你就会经常看到某种广告 对 就是会说什么 哦 你我来教你怎么 把妹 教你怎么把妹 对 教你怎么让你的谈吐变得幽默 没错 有趣 没错 可以吸引到女生 没错 这个 这个 就会教你一些聊天技巧 比如说什么 跟女生聊天啊 不要直接就是 ABC这样聊下去 对 你要聊情绪 哈哈哈哈 哎呀 我每次看到那种课 我都 我真的都内心 我有一种想法就是 干我来开一个 哈哈哈哈 对 哇哦 干 你要跟跟这些 你教别人把妹 也可以是很有性别意识的把妹 这些人的手法都很 性别意识都很差这样 没错 没错 到现在也会发展 开始发展出这样的课程 对 就有有性别意识的 把妹 把妹 那还是把妹 OK 但总之都是会教你 他们都有一个共通性 就是告诉你什么 就是你身上欠缺了某些能力 是 那个能力是 哦 你没有谈吐幽默的能力 OKOK 你没有说故事的能力 嗯 你没有穿着的品味 哦呦 你没有香味的品味 是 你没有鉴赏能力 比如说你不会看书 听音乐 看电影 或者是说你对车没有品味 你没有了解 嗯 或者是说你不会旅游 或者是怎么样 你没有健身 对不对 你没有把头发抓得跟什么一样 或者是你 你没有头发 哈哈哈 对 那 这些课程会经常谈论这些能力的欠缺 然后去教你说 哦 你要在这个 婚恋市场中 配对到一个相匹配的对象 那除了你的外表之外 你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努力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那一大堆能力 这这是我们的当代社会面临到说 我们越来越孤独 我们想要有一个伴侣陪伴的时候 我们采取的方式 我们想要被爱 想要去爱人的 的这个途径呢 我们是选择走进到这个婚恋市场中 尝试去 取得那些 这个市场中 认为有价值的能力 嗯 然后以便在这个市场中竞争胜出 OK 你听起来 超像是形容一个资本主义 就是资本主义 的市场论 就是资本主义市场论 难怪这就是为什么在YouTube上 如果你打什么高价值男人 就就有人教你怎么当一个 教你怎么当一个高价值男人 对 你才在这个市场当中 就是呃 呃 许得胜利 没错 但是这个观念对的吗 这个我们可以谈一下 弗洛姆基本上就会认为说 他他 弗洛姆这个人很特别就在于说 他是呃法兰克福学派 那他除了念心理学之外 他也念了社会学 是 那那他也他呃 就等于说他接触非常多的 学门 是 接触都非常多学门之后 融合出自己的想法 是 那他也截取了一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的想法 那 就在描述我们当代的 这个恋爱市场的样子 哦 对对 因为这边这边很 这边就是有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色彩在里面 没错 对 我我可以帮大家念一段 来来来来 我觉得非常非常有 有味的一段 有味的一段 嗯 第一章的时候 他在谈 在问说爱是不是一门艺术的时候 他有讲 就说爱是一门艺术吗 对 如果是的话 他要求知识和努力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理论跟实践 哦 那但是在当代人就是我们非常饥渴爱 可是大部分人在探问的问题是什么 问的是他要如何被爱 而不是如何去爱 哦 也就是说这个 大家在讨论的时候 不是自己有没有能力去爱人 而是我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才能够被爱 在这个问题意识下 大多数人做的事情是 就是 哦 我们如何能够被爱 如何能够变得可爱 一个途径是 这个可爱是 可能被爱吗 对 不是cute 不是单纯的cute 是可能被爱 不是说一种条件是 我们在社会地位许可上的情况下 这是弗洛姆讲的 嗯 尽量追求成功 尽量变得有权势和富裕 嗯 另一种途径是 透过打点身材和穿着 让自己变得有吸引力 是 对 然后其他就 有非常多增加吸引力的方法 比如说你培养这个疑人的风度啊 有趣的谈吐 乐于助人的态度 跟不得罪人的谨慎等等 就是有非常大量的教学 是 教导你如何变成这样的人 这样我们才能够被爱 OK 他觉得这个方向是错的 这个方向是错的 因为大家都在追求自我的成功 跟塑造出自己的高的价值 才会在这个婚姻市场当中 或在男女关心市场当中 取得比较高的地位 然后大家都在追求的意思就是 我在市场里面变成一个PR99的人 对 那我才可以比较容易取得被爱的资格 嗯 但这个跟你真的想要追求爱 是背道而驰的 对 因为当你比如说 很多人面临的状况是 当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跟努力去培养这些 所谓的条件 真的在婚恋市场中 取得了 比如说 遇到了某一个对象 你觉得相匹配 然后跟他交往之后 很多人会开始进入某一种循环 就是会认为说 啊 我刚开始 哦 跟他恋爱了 很有激情 觉得我跟他是 就是两个人是一体的 嗯 然后非常激情 非常的 呃 可能每天都爱腻在一起之类的 嗯 非常的意乱亲密 是 那到后面呢 就开始慢慢的热情消退了 对 亲密感可能会上升 对 反正相处起来就是很亲密 你会觉得有有他是一件很熟悉的事情 那到后来可能会发生什么 热情消退之后 你会慢慢看见你伴侣身上的问题 嗯 你会发现说 哦 原来他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是 原来他是一个个体 嗯 他不是我自己 嗯 我们两个人不是一体的 我们是两个人 那 在这个过程中 你会不断的发现他的那些 呃 你不满意的地方 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纷争 那纷争消磨了一开始的热情 跟你原本一开始认为你 拥有 对对方拥有的爱 那到了最后就 剩下失望 甚至到结束一段关系 嗯 再到下一段关系 再重复 再重复 重到复车 重到复车这个过程 嗯 把你对于对方的想象 就是 已经把我们对爱的那个想象 就是一个永久的 亦乱情迷的状态 丢到下一个对象身上 嗯 然后在周而复始 进行这个过程 这个是在我们的 当代社会 经常可以看见的事情 哎你讲的 真的蛮 蛮赞的 就是因为大家都会觉得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前提是 因为在这个前提状况底下 你先讲了一个非常重要观念 叫做爱的艺术的标题 叫做动名词的loving 所以它意味着 这边的爱这个祖宗 作为这本书的祖宗 它爱它讲是一个能力 对 它讲是一个积极 它讲是一个主动 它讲甚至纪律 专注耐心 对 等等之类的 对 但是我们一般人都认为 爱是一个感受 嗯 我爱它是因为我喜欢它 对 我感觉我爱它 嗯 这个前提是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因为一个有纪律的事情 跟一个有感受的事情 很明显是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我用感受来过生活的话 我会天天滑短影片 可是如果我有纪律的话 我告诉我 我只能滑10分钟短影片 之后我就要去做其他的事情 这会是完全不一样结果 嗯 所以从这个前提来思考的话 就会认为 其实或许我们大部分人 对于爱的理解 其实基本上 好像都 可能并没有那么精确 没错 嗯 但在 在这谈纪律 我们刚刚有谈到说 这个所谓纪律 专注耐心跟无上关注 是 这个是佛洛姆认为说 你每一项艺术 包含爱的艺术 他 你要去实践 你要去精通这一门艺术 你都必须做的事情 嗯 就其他门艺术 比如说 医术 医疗的医术 医疗 医疗 嗯 你要做到精通 你也一样需要做这件事情 你必须要一生投入这个志业 是是是 你必须要在 那个当 你在从事的当下 你都是非常专注的 对 专注在 关怀这件事情上 你手上的事情上 你要非常有耐心 因为 这个耐心是指说 你中间过程中 可能会经历非常多挫折 嗯 你可能会做错了 对 你可能误解了 对 可是你想要进步 那你就必须对 自己保持耐心 对于自己从事这件事情 可能会遭遇到非常多障碍 这件事保持耐心 那持续的做 持续的做 他有形容一件事情 我觉得非常到位 怎么说 来 就像什么 就像婴儿学走路一样 哦哟 他会一直跌倒 对 但是还是要站起来 对 婴儿你看他学走路怎么学 嗯 尝试走路跌倒 尝试走路跌倒 尝试走路再跌倒 嗯 跌倒怎么样 学会为止 嗯 就是用这样子的态度 在面对这门艺术 OK 再来是无上关注的意思 就是说 你把它当成 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 没有什么事情 比这个还要是 听起来是个恋爱脑 哈哈哈哈 听起来真的蛮像 对 对 佛罗姆自己到 就是晚年的时候 有就是 很喜欢一个女人 大概 二十几年的时间吧 然后呢 中间 中间有喜欢过 就是不同的女人 他很努力的在爱人 对 很努力在爱人 嗯 也可以说 佛罗姆其实自己 虽然写出了爱的艺术 但是 但是个人的一生呢 其实他 看起来也没有 能够精通爱的艺术 他自己讲的爱的艺术 很难的一个地方 哇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 很重要的概念 因为其实 像我其实 坦白讲啦 在跟你聊之前 其实 有一次我有 就是在某个场合碰到 呱吉 嗯 邱威杰 嗯 然后他就 就刚好分享到 恋情这件事情 是 他就跟我分享到他跟他老婆怎么相处 啊 那因为细节我不确定能不能讲 嗯 对 我不像他自己妈每次跟他讲的话 他自己都在直播上爆出来 哈哈哈哈 我不是这样的人 OK 我也跟他同意我不会讲 但我可以抽象的分享是 我觉得他有在做到类似这样的事情 哦 他是 就是 从我跟他 从他跟我分享 他怎么跟他老婆的相处 我有感受到 他有把爱当成纪律这件事情 哦 嗯 好比说 我这个这个这个是公开 他好比说 他就说星期六的什么 几年到几年 是他跟他老婆的时间 嗯 这其实是这种纪律嘛 是纪律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爱里面的主动跟积极 对 就他知道 我如果要维持 维系这场爱情 我必须得这样子做 没错 而且他也真的坚持这样做 对 所以我其实 从你这样跟他身 从你刚才这样讲述 跟他身上行动 我又感受到 诶 对 好像必须得这样子做 嗯 那 这是你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嘛 就是 其实 大家常常会说 我都一直没有办法 遇到对的人 对 然后在KTV 一直唱大爱玲的对的人 哈哈哈哈 或者唱肖亚轩的错的人 对 对 但是其实 或许 并不是有没有遇到的问题 对 是我们对于爱的理解 可能 都有点 没有那么精准 对 可能 嗯 而且我们忽略了 我们爱 爱是其实是一种能力 嗯 对 那 呃 我补一下好了 好来 就其实我们都忽略爱是一种能力 嗯 它是需要培养 所谓爱是一种能力 是指说 它是需要培养的 嗯 需要你去 练习 练习 爱是需要练习 它就跟打篮球一样 对 它是需要好好练习 你记这个一些能力的这样 对 我们都觉得打篮球要练习 对 我们都觉得写作要练习 嗯 我们都觉得如何就是把话说好 嗯 要练习 是 如何做好就是你工作分内的工作要练习 是 但是我们常常经常不觉得爱 爱要练习 是要练习的 但 弗洛姆认为说这件事情其实是奇怪的 嗯 我们为什么会觉得我们天生就会爱就就有充分的爱的能力 其实不是 它是需要练习 那个当头棒喝 没错 我那我问你 我反问一个问题 嗯 那你不一定在书里面有没有提到 OK 那这个这个能力的练习有年龄限制吗 没有年龄限制 哎呦 因为他说啦 这个是这个是你这辈子 就是纪律 以不断去投入的事情 所以他没有年龄的限制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觉得如果从这点出发的话 那我们好比说我们常经常会禁止高中生谈恋爱 嗯 其实就不太对啊 不太对 我觉得应该是要允许高中生恋爱 而且并且要教他怎么有纪律的去恋爱 对 其实这蛮重要的 蛮重要的 我真心这样子认为 因为大家好比说 大家说高中生谈恋爱就不会好好念书 嗯 这就不冲突 他他可以不冲突啊 对啊 他可以不冲突 他当然很有可能被大家玩到很冲突 嗯 那为什么不是想办法避免大家冲突这件事情 嗯 对就是因为我们自己都没有好要磨练这个能力 这就好像是一个不会打篮球的 跟别人讲说你篮球打不好 啊 对吧 嗯 就是键盘战士 有没有 对你刚刚 你刚刚讲这个让我想到一件事 就是说你知道李同好吗 就是那个 李同好有两个 资深记者那个李同好 有一个好的李同好 跟一个不好的李同好 哈哈哈哈 不好的李同好是亲民党的前立委 OK 另外一个好的李同好是靖周刊的这个靖新闻的记者 对 他文笔非常的好 对对对 他最近开了一个Podcast节目 这个不是广告 这个我觉得很赞 嗯 他说 他节目就叫谈恋爱 哎呦 就叫谈恋爱 然后找了非常多人来 来讲说他们对于这个亲密关系的 嗯 的想法这样 嗯 然后他这个节目一开始介绍 他有一句话 我觉得讲得非常好 嗯 他说李同好观察了这么多人 访问过这么多人 他发现很多人这一辈子 努力工作 努力赚钱 努力做很多很多事 都只是为了一件事情 嗯 他们想要被爱 哇 这句话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非常的深刻 这句话是李同好讲的 呃 这个我记得是其他人 介绍李同好节目的时候 哦 ok ok 有提到的 嗯 嗯嗯嗯嗯 那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非常深刻 也非常非常精准 像我自己个人的经验真的也是这样 我自己在学校里面 过去在学校里面 我家是 我爸妈是完全 不在乎我成绩好坏的 可是你成绩很好 对我 呃 也不敢说很好 哈哈哈哈 也不敢说很好 但 就是我会自己念书 自动自发念书 然后就是呃成绩还可以 就是可能国中的时候会 还可以你中一中 反正反正就是呃中一中但呃就成绩还行 就是可能校牌400多名这样 啊然后对 就是大概在中间左右 ok ok 对不会太差 这样子 那就一直都很认真在念书这件事情 但我到后来才终于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自己要认真念书 我爸妈从来不邀请我念书 嗯 可是我到底为什么 我我自己要认真念书 我后来发现是因为 我在我在家里面 我不我没有办法知道说 我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去取得父母的关注的价值 okok 他们我不知道要怎么样的方式 才能够取得价值 嗯 就是父母可 他们不会因为我考的好 给我赞赏 是 给我认可 嗯 可是学校的老师会 嗯 补习班的老师会 是 所以他后来就变成是一个 我我自己会去做的事情 就算父母不会 不会给我认可 可是因为 呃安清班老师 补习班老师 学校老师 他们会认可你 你从那些相处的氛围 你就知道 其实在过去在学校里面 谁的 你可以去看 成绩最好的那几个 通常人缘都不会太差 对 而且 呃有一定的几率 他们会被当成 班上的核心 对 对 这是真的 除非他们真的太击白 除非他们真的非常难相处 对 对 通常都不会太差 通常都是这样 对 你可以从这个人际互动中 感受到这件事情 所以你会发现 你的成绩好 它变成是一个 你可以被爱的方式 对 大家都会追求这件事情 对 会去追求这件事情 这是我过去 为什么我会认真念说 我后来才发现 就是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 这个就会回到你刚才讲的啊 就资本主义下市场论的部分 对 没错 嗯 或许大家可能在 爱这件事情上 都比较努力追求被爱这件事情 嗯 所以 这就是回到这个二十几年前 很多的这个 节目都会想说 女人要爱自己 对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超烦的 因为 按照你这样讲 他那些内容其实都在讲 你要追求如何被爱 哦 我自己这样觉得 就是反正 我这是一个批判啊 就是我觉得二十几年前 那些女什么女人爱自己 嗯 都超负权的 哦 都是福音与社 负权规则下 教你一个女人 怎么福音 负权规则下 生存的方式 哦 那其实就是在追求如何 但那个 因为这个框架摆过来就是 如何在负权体制下 当一个 皮压值99的女人 对 哇 我觉得是有点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真正理想上 是要去突破这个框架 但我觉得他有 他的那个时代背景 在于在 在于说 在过去那个时代底下 嗯 很多女人的地位 这社会地位 经常是 他们在家庭里面 被认为是 就是附属 男人的附属 对 而且是对于家庭这个单位 对 他是牺牲奉献的角色 对对 所以我觉得 我反而觉得说 这个是阶段性 阶段性 对对 就是或许在二十几年前的时候 他们看不到 突破的可能性 嗯 可是在十年前的时候 我们慢慢看到 好像可以突破 嗯 所以我们的思维论述都改变了 嗯 或许他们都只是在 那个时代状况底下 教导大家怎么样做到最好 也有可能啊 嗯 嗯 这里面 我想补一个 来来来 就是说 我们刚刚谈到说 爱是一个主动 嗯 是积极 对 他是 他是一个活动 他是给予 对 他主要是给予 主动的给予 而不是被动的领受 对 这个是弗洛姆里面 他特别谈到的 他特别讲到说 嗯 爱是一种活动 嗯 不是一种被动的感情 他是屹立于 而不是坠入 嗯 在一般的意义下 爱的主动性特征 可以这样描述 爱主要是给予 而不是领受 嗯 那在给予的过程中 我其实 真的是 深切的感受到 就是 当你有能力去爱人 而且真的是 透过给予去爱人的时候 其实 你是不需要回报 因为你在 嗯 爱的这个行动的当下 你就满足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没有没有 我比喻一下 OK 打篮球 嗯 就是 你都没有观众 嗯 都没有人在看 对 你投进去就很爽 对 就有点像这样 你投进去听到 嗯 搞意难了 嗯 Truck 哈哈哈 Truck 你就觉得爽 爽到爆 对 然后这时候 很帅 在投 在投第二颗 又进 Truck 再度再爽一次 combo 可以这样子讲 对对对 就有点像感觉 对对对 但我讲的是说 这个所谓 你在给予的当下 你就满足的 这个描述 弗洛姆是怎么描述 他是说 就是对于你有这种 他说有创造性人格的人 嗯 他会拥有爱的能力 嗯 他拥有爱的能力 去给予爱 那给予 是能力的最高表现 在给予的行为中 我体验到我的强壮 嗯 我的丰饶 和我的能力 嗯 生命力 和能力的这种 丰盈高涨 让我满心快乐 我体验到自己在满意 知用 生气勃勃 应知欣喜万分 也就是说 当我 当我在爱人 我在给予的时候 我感受到的是 啊 我是有能力爱人的 我是一个被爱充满的人 我是一个充满能力的人 然后我是有很多爱 可以去给人的 嗯 我会 我会对于我自己的这种状态 这种满意的状态 感到非常快乐 我比喻一下 因为如果 我们现在讨论的层次叫做爱 如果作为一个 前提叫做爱是作为一个能力 对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是生活当中 如果你展现出你能力的时候 其实都会很快乐 嗯 就好比说 公司今天发生什么事情 我跟他说交给我来 没错 我来解决的时候 其实你没有求任何回报 你反而花了很多成本解决这个问题 对 你会觉得你很棒 你很快乐 对 你很 就是你很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好比说上 上 整个困难 当下就会觉得 我很有能力 对 我跟他 我觉得我 最厉害的事情是 我身上什么 什么设备都有 哈哈哈哈 OK 我身上什么设备都有 所以就觉得 哎 我有准备好 嗯 解决这件事情 所以我展现出能力这件事情 我单方面展现出能力 我就已经感到快乐 对 这件事情并不是说 被你帮助的那个同事 有没有去感谢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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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倾慕你说 啊 你好有能力 完全对啊 这件事情都不重要 完全不重要 而是你展现了你的能力 那个当下 你帮助人的那个当下 你就满足了 这其实跟爱是一样 爱也是这个样 哎 这个 我觉得 讲到这边 其实就非常有价值 因为你 你今天这样讲 其实你就已经等于把 跟观众讲说 爱这件事情 跟我想象当中 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他其实 很困难 但他其实也很日常 对 他其实就跟 我们讲话的能力 我们做事的能力 我们是一样 对 要去培养他 哇 我觉得很棒 但我们刚刚讲说 今天要分享三点 今天我们才分享一点而已 对 我们来讲到第二点 觉得难啦 难啦 我们讲到第二点 你的第二点是要跟大人讲说 我们是否都 从各自的成长经验 承继爱人的方式 所以讲到方式这件事情 嗯 什么意思 什么叫成长经验 OK 这个是我 我看完书之后的提问 OK 对弗洛姆来说 他有分成成熟的爱 跟不成熟的爱 嗯 那成熟的爱是 你保有一己的独立 跟完整的情况下 你在你在跟他人 达成合一的状态 他认为说 合一 对 合一是合成一个的那个合一 OK 合一 他认为说 就是我们为什么 我们为什么 觉得爱这么难 但依然前扑后继的去爱 是因为我们想要打成合一的状态 嗯 天人合一的合一 这个理论是说 我们在每个人在生出来的当下 本来我们在母亲的肚子里面 那那个是在合一的状态 我们 我们没有办法区分 我们跟母亲是不同的个体 嗯 那 那个是一个合一 对我来说 我就是我母亲 嗯 我母亲就是我 对 我们没有区别 那 那 在我们被生出来之后 我们就分离了 嗯 分离了之后 这个分离性会越来越强 我们会逐渐发现自己这个个体 哎 这真的是行李精神分析的东西 因为拉纲理论就是这样 哈哈哈哈 他就是认定说 就是我们生下来的时候 我们会认为 我们是母亲的一部分 嗯 然后会从慢慢的 人际互动当中 慢慢体验到自己的个体 自己做一个个体 然后最后会照到镜子 发现镜中的人 好像好完美哦 原来那是我啊 他才会产生出自我的意识 啊 啊 对 就因为过来 他只有这个色彩在你 哇 你真的有念 我真的有念啊 对 好帅啊 哈哈哈哈 读书是为了帅 读书是为了帅 读书是为了什么 为了被爱啊 哈哈哈哈 对 为了被爱 嗯 OK 那这个合一的状态 我们一开始很满足 嗯 但是到分离的时候 我们开始分离感越来越 越来越重的时候 这个时候 其实这个成长过程非常重要 嗯 重要是在于说 一方面这个母亲 他有没有 他对于这个小孩 是不是成熟的爱 他是不是能够意识到 这个小孩 他是个个体 嗯 不再是我的一部分 是 所以他会懂得 适当的放手 哦 小孩成长成长成 他自己的样子 嗯 这个是 这个母亲的部分 嗯 那另外一部分是 这个小孩 能不能意识到说 我跟母亲终究是 不同的个体 我必须要独自去 面对这个世界 这个是另外一个部分 那我们每个人 生下来之后 都面临了这个分离性 然后我们 尤其这个时代 我们感受到 非常非常的孤独 那 弗洛姆认为说 爱是达到 重新回到 合一状态的 最好的一个方式 是 可是我们 在我们当代社会中 出现了非常多种 就是 呃 我们希望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方 行为 达到合一状态 但其实不是最好的方式 例如什么 比如说一个 狂欢迷乱的状态 它形容说 在部落里面 嗯 经常会出现 Party 对Party 啊 在现代就是一些夜店场合 之类的 很棒啊 那在部落里面 就是一些 就是可能 呃 这段描述 可能有一些 族群上的问题 OK 但总之就是 他里面就这样讲 他们可能会用一些 就是迷幻性质的东西 然后可能会狂欢这样 然后 然后舞动 然后觉得自己跟神连结 其实那个是一种合一 尝试跟神达成合一的状态 嗯 它的描述是这样子 那其实在我们当代 也有非常多 透过不同的方式 去达成合一状态 比如说什么 大麻 大麻 或喝酒 饮酒 对 喝醉 还有性 好有 所以终究还是讲到做爱 终究还是讲到做爱 嗯 做爱这件事情 在弗洛姆的观点里面 它是这样呈现的 嗯 就是 做爱这件事情呢 它可以让我们 诶 短暂的觉得 跟这个人达成合一了 是 对 那那个合一是 非常高强度的合一 但是它也是非常短暂的合一 嗯 所以基本上 从它的观点看来 你会认为说 你毒品就是成瘾啊 或者是 嗯 就是泛滥啊 就是使用它的 性成瘾的人 对 基本上是沉迷于 这样子的合一状态 可是 它并没有办法 真的能够让你达到合一 因为 短暂的效果 过去之后 就没了 你就会马上感受到 深切的分离感 啊 这做爱很棒 哈哈哈哈 做爱很棒 没错 不能吸毒 只能做爱啊 它是说 就是这个东西 因为分离感 会让你产生焦虑 所以做爱 其实是让你缓解焦虑的方式 难怪我这么喜欢做爱 对 就是你很焦虑啊 对啊 哈哈 那它不是 它的意思 并不是说 做爱不好 OK 它只是 客观的描述 它在描述说 这是因为我们想要达成合一状态 是 所以我们会用不同的方式 尝试去接近一个合一 OK 只是最终 爱其实才是 真正合一的 对 真正达成合一状态的 OK 所以 听你这样讲 OK 我们第二段这边想讲事情是 其实 大家生活当中 都很想要追求一种合一的状态 嗯 但我们总是用错方式 对 我们都用错方式 我们用party 我们用酒精 我们用毒品 我们用性爱 对 它或许会让你短暂达到合一 但真正能让你达到的所谓的 共生合一的 其实是 好好培养自己爱的能力 然后去爱人 呃 等一下 共生合一是它描述说 其实算是一种不成熟的爱 哦 是不成熟的爱 对对对 合一才是 我们要追求成熟的爱 对对对 那共生合一是什么意思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你跟母亲的那个状态 OK 对就是 我跟母亲的关系是什么 是因为我需要她给我营养 需要她给我安全 OK 所以它是一个不成熟的把它绑在一起 对 这超像什么你知道吗 蚁人啊 哦真的哦 哈哈为什么 蚁人被那个尼特罗 会长炸掉之后 然后夏朗普夫跟那个UP不是就给他营养 啊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们三个不就变成是共生合一的状态 对 彼此有彼此的这个营养器官跟思想 没错 然后是很不健康的状态啊 对 那个我给你 我给我为什么要给你营养 嗯 就是说我其实是需要的 然后你是需要 他们彼此之间不是成熟的爱 成熟的爱 他是因为彼此需要 啊 啊我需要你给我营养 嗯 然后另外另外一方而是 则是说我需要就是这种 哦我感觉占有 我感觉占据 感觉很有权力的 懂 这种感受 对这就是 刚刚如果大家听不懂那个案例的话 请去看猎人 对 蚁王篇 啊 蚁王篇看前半段就好 我觉得后半段好难看 你不喜欢后半段啊 我不喜欢后半段 我觉得后半段剧情好乱 真的啊 我觉得蚁人看到现在都很好看 刚刚刚那真的就是这样 真的 真的就是这样 共生合一就是在这个 所以请大家如果看完这个 弗洛姆 嗯 苏如果不知道什么是共生合一 就去看猎人蚁王篇 你就会懂 那东西什么叫不成熟的爱 对 但是蚁王也就是在这不成熟爱的状况底下 他变得成熟了 嗯 因为他理解了 这样子不对 嗯 他理解的动物跟人之间的差别这样子 嗯 OK 所以第二段想要跟大家讲是 合一这件事情 就是 呃 如果是基于需要跟占有 对 那就是一种屈服跟掠夺 对 那就是不成熟的爱的展现 是 真正的合一是 彼此知道彼此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个体 对 而且我们不是想要透过短暂麻痹的方式来达到合一的状态 没错 而是培养我们自己好好爱人的能力这件事情 去爱他 这才是真正的合一 对 哦 对 哦 很完整耶 那其实我第二段也有分享 写想分享我个人经验是 就是我们是不是沉寂了我们 就我们现在 我们还没有好好去检视自己爱的能力 嗯 这件事情 然后我会用自己习惯的方式去爱人 这个习惯的方式 其实我自己的经验是经常来自于我们的家庭 嗯 就是我们成长过程中 可能来自我们的家人 可能来自父亲或母亲或 或者是甚至身边的同学朋友之类的 很重要的人之类的 他们就是我们透过观察他们 学习到爱人的方式 对 在我自己的家里面 我后来认知到我学习的对象 其实就是我爸 嗯 我爸爱人的方式是 是不断的去照顾你的需要 比如说他会问我说 吃饱没 他会问我说吃饱没 对对对 这是基本的一定会 然后可能会摸摸你的背 就是说天气有点冷 就是说会不会冷 嗯 对 再不然就是可能他在开车在载你 然后就是 觉得你会冷 调那个冷气 出风口 你不跟他说 干我快热死了 没有 他就是会时不时的问你说 哎 就你又没有什么需要 他会不停的确认你的需要 然后去满足你的需要 OK 所以我爸的这样的照顾的方式 后来我有意识到 也变成是我爱人的一个 这个预设的模式 嗯 我当我去爱人的时候 当我爱一个人的时候 我会经常用这种方式在爱人 那 可是这个听起来就是 这个基本上 这个当然也是一种爱人的方式 对对 成熟的爱就是不会仅止于此 是好 弗洛姆成熟的爱怎么样 弗洛姆的描述那个爱里面 不只是照顾对方的需要而已 他其实还包含几种 他主要是四种元素 照顾 负责 尊重跟了解 尤其是尊重这件事情 尊重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你终究知道说 对方是你的个体 如果你只 只会照顾对方的话 经常会演变成 你想要控制对方 嗯 你会觉得说 为什么对方都不需要你 嗯 你会觉得为什么你想要照顾对方 对方却不愿意给你照顾 是 对 那这个时候会变成一种控制 甚至到说你会想要把对方无能化 这样我才能够全然的照顾你 哦 但是其实是我想要占据 我想要掠夺你的个体性 那这样的爱就并不是一种成熟的爱 成熟的爱就是要包含到尊重 尊重只是 是指说 哦我知道你 你终究是你的个体 你会有你的想法 你会有自己的需要 那 我能够了解 你这个个体 想要做什么的时候 我让你 按照你所想要的方式 去做 去做 去成长 那当你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时候 你的爱才会变得 更成熟 是 这个照顾这个蛮有趣的 嗯 因为我自己是没有很喜欢 照顾别人 哈哈 那就 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很喜欢被照顾 哦 就是对 你刚才讲 我觉得对 因为我超不喜欢被照顾 就是我很不喜欢麻烦别人 嗯 对 甚至我有时候觉得麻烦别人 我很不自在 嗯 即便别人对我好 我也不要 啊 我觉得这个这个蛮有趣的 我可以跟 顺便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爱的语言 嗯 爱的语言是五种语言 哦 Language 对 照顾就是其中 其中一种 你可以把它归类成叫做服务的行动 为对方做某些事情 这是一种服务的行动 嗯 然后这是一种 这种照顾 那其他其实也有不同的爱的形式 我刚刚讲 爱其实是某种形式存在于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去描述它 对 怎么描述 比如说 对方 对方送你一个小礼物 比如说 哎 我从哪里 哪里 出差 回来 嗯 比如说我从泰国 带回来 一个大象 不能带大马 他可以带他 他带不回来 你自己还会被带走 我有带一个大象的小工艺品 带回来 觉得说你会喜欢 这个是一种爱的行动 哦 这个叫做真心的礼物 嗯 再不然说 哎 我跟你约好说 哎 明天晚上七点 我们在某一间 很赞的 餐厅 餐厅 共进晚餐 这是一种爱 进行一种浪漫的晚餐 它是一个精心的时刻 嗯 它也是一种爱的形式 嗯 再来是说 比如说身体的接触 我喜欢跟别人做肢体接触 嗯 是因为 这个 我觉得我在碰触对方的时候 我在表达我的爱 嗯 这也有人是 形象于这样给爱 或者说喜欢被这样子爱 嗯 另外一种 最后一种叫做肯定的言语 嗯 我肯定你 我觉得你好棒 嗯 我觉得你很优秀 哎 你口才很好 嗯 我觉得你身材很好看 也可能 我觉得眼睛很漂亮 之类 这种种的对你表达肯定 称赞 这也是一种爱的形式 哇 讲的真的是蛮赞的 而且我觉得听你这样讲下来 其实我自己觉得 我还蛮不懂爱的 哈哈 对啊 因为他比如说爱 他比如说过去我 真的比较理解 是爱 我觉得是这种感受 嗯 对 然后确实就是会有种 就是我感受很好的时候 就是爱 感受不好的时候 就就不爱了 嗯 所以讲 但是实际上 它是要一个很认真追求的 一个一个事情 是 对 哇 讲真的是 蛮赞的 对 精心的时刻 对 小东西 其实它都是一种爱的展现 其实你可以 就是 呃 有一些人会觉得伴侣不爱对方 其实是这种爱的语言 就是你习惯给爱的方式 跟对方需要的方式 最想要的方式是 有落差 有落差的 比如说 比如说我最习惯的方式是 是这个 这个服务的行动 嗯 但说不定对方 不需要 对方也许不需要 他觉得最 最感受 最能感受到被爱的方式 也许是 真心的礼物 或精心的时刻 但你都没有时间陪他 这个时候 他就觉得自己好像 不被爱 对 这个很困难 对 这个可能是最困难的事情 所以其实 你要去意识到这件事情 并 有时候并不是因为 爱不存在 嗯 而是因为你 主观上 没有感受到爱 哦 这一点我其实跟邱惠杰 有讨论过 嗯 他其实我们有个结论 就是所有的人都不一样 嗯 所以这个是最困难的 嗯 因为他比如说像我自己 我觉得我不需要被服务 我是一个不太需要 被服务的人 不需要被照顾的人 是 我其实需要 对方理解我 以我的感受 爱这件事情来讲 是理解 理解 这个理解就是 我真的知道 你在做这件事情很重要 你很辛苦 你很棒 真的够了 你不需要送我任何东西 你不需要给 这些对方都不重要 坦白讲 嗯 我自己感受是这样子 但确实就是 有一些人就是需要 你要去跟他吃饭 你要特别去跟他看电影等等之类 他才会感觉比较好 嗯 每一个人差别都很大 所以要透过沟通 才知道爱的需求 对 真困难耶 好啦 我觉得我们讲的有点多 时间有点长 不会不会 你这一part也很重要 嗯 对就是怎么样才是 认确的成绩爱人的方式 嗯 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说 弗洛姆觉得说 爱的 每一门艺术 它都有四个重要的原则 你要做 纪律 专注 耐心 跟无上关注 嗯 他也有说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实践爱的艺术的话 你可以怎么做 首先第一件事情 重要的事情是 克服对于一己的自恋 哦 这是什么意思 别自恋了 这个所谓自恋不是说 我只喜欢自己 不是这种自恋 指的是说 跟刚刚的那个 爱的语言很有关系 指的是说 不要再只认为 存在在一己之内的事物 才是真实的 嗯 而是用外在世界的一切现象 就其本身就是真实 客观上 爱是存在的 当你没有感受爱的时候 并不代表爱不存在 嗯 这件事情必须要先去体认到 在 我们很多 就是可能围持在自恋的人 一己自恋的人的状态里面 经常是我们只按 这个对我有用还是有害 去认识他 存不存在 有时候我们觉得爱 对我应该是好的 所以我们感受到 呃 对方 呃 我希望被肯定的时候 对方都没有给我肯定 我就觉得他不爱我 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是因为认为说 他们给我 没有给我有用的 的那个 东西 所以觉得他不存在 嗯 但事实上客观是 也许你的伴侣 他喜欢 透过别的方式 在对你表达爱 这 所以这个是首要的事情 你要克服一对一节自恋 相对而言就是什么 你要培养客观性 你要透 你要去抽离自己 的那个主观的视角 用 这个事物本然的 样子 去看待他们 不要让自己的 恐惧跟欲望 模糊掉 就是你对他的认识 我们经常是 可能在关系里面会 遇到这样的状况 比如说 呃 对方可能很忙 很忙 然后就觉得 他不陪我 他不陪你 他不爱你 嗯 可是是这样吗 我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 我们 内心有某种焦虑 觉得自己 不够有价值 不值得被爱 所以 才会觉得 对方没有花费 大量的时间 在陪你 在关注你 在陪你 就是不爱 嗯 那其实 爱是真的不存在吗 其实是因为我们自己 恐惧自己不被爱 恐惧自己 没有价值 那其实并不是爱不存在 说太好了 嗯 真的说太好了 真的 另外有个很重要需要培养是什么 对爱的信仰 信仰只是 信仰不是那种 就是我对神的信仰 那种信仰 只是说 你相信对方是 同一个人 他是同一 具有同一性的 虽然意见 或者是想法会改变 可是 你中就是你 那 我也相信 爱这件事情 相信爱 可以去 唤起对方的爱 我有能力爱人 当我给予爱的时候 我也能够唤起对方 作为一个主体 他也能够 爱 爱 这个是需要勇气 对啊 这需要勇气 对你刚才讲这么多 万一对方完全不是这样想的话 怎么办 嗯 对啊 对啊 就变成是 变成单方面 我很努力的在爱人 但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个可能完全都不懂的话 那这一切其实也可能会落空 所以你必须相信他也会 嗯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冯弩弩讲的说 很多人 都 都很害怕 觉得自己害怕被 就是 不被爱 但其实真正的问题是 我们害怕去爱 因为我们去爱人 是我们在给予 我们把自己全然的交给对方 而且相信 当我这么做之后 对方 对方会爱我 从来不怕 不被爱 嗯 坦白讲 但是 对啊 我很有自信啊 就是坦白讲 我从小就超级受欢迎的 坦白讲 真的是这样子 这很好 这样很好 我老实讲 真的这样 所以我没有害怕 但是你讲这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 我确实有点害怕去爱人 哦 这是真的 因为我会觉得我 努力的爱人的话 嗯 我好像会给予对方 对 这么 那我就会欠对方 哦 我会有点这样想 嗯 所以我就会 通常不喜欢 比较 这对应该说对爱人 那件事情会比较畏惧 嗯 其实我都觉得你 给的越多 你拥有的越多 哦呦 真的是这样 我跟你分享的快乐生活 独自拥有 没错 我至今 人生生感动 所以其实统整一下 其实你刚刚已经把第三点 我们今天第三点讲完 就是 我们要如何成熟的去爱人 嗯 对就是 就是其实爱的这个 爱是一个艺术 它需要理论跟实践 它是需要 去行动的 对 那爱的艺术的条件 其实就是纪律 专心 耐心 无上的关注 对 四个 对 而且 就像你刚才所讲的 爱我们其实要克服 自恋 对 我们必须要 这个很理智的谦卑 跟具有客观性 然后并且以事无本能的样子 去认识它 对 要客观的去相信爱是存在的 对 那最后是爱的特征是什么 照顾负责 尊重和了解 没错 所以其实讲到先 讲到 其实讲到最后 真的是让大家去理解的事情就是 我们都 我觉得如果要以这个社会来看的话 我们都太 轻忽爱这件事情 没错 我们都以为爱很简单 爱是一个感受 嗯 我们就是爱就是在你18岁之后 你上大学 你就可以去谈恋爱了 然后你就开始找一个你喜欢的人 然后你们就在一起 对 然后就结婚生小孩 统付这个过程 对 那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 嗯 它就像是一个读书 讲话 篮球 运动 它是一个能力需要培养的 对 没错 那我们如果都没有很努力的去培养 爱的能力的话 我们永远只会在 爱情当中重蹈覆辙 而且这重蹈覆辙 不是说你没对到 你没有碰到对的人 嗯 至于你根本没有具备一个好的爱的能力 太难了 哈哈 这个讲完就是 OK我觉得非常立体 对 我觉得非常棒 嗯 我觉得这一集 非常有知识性 非常知识性 我觉得非常知识性 我觉得很兴奋 我听到知识性的东西很兴奋 OK 可是我有感触是好难哦 嗯 真的很难欸 真的 真的 真的很难 这一集的结论就是 我不如去做爱 哈哈哈哈 我刚刚讲 还是强调 很难没错 嗯 可是我们终究想要啊 嗯 对不对 我们每个人都想要 爱 爱 那 既然你觉得 你又觉得难 但你又想要 那为什么不好好练习 我们不需要每个人都 在这一辈子就精通爱的艺术 嗯 但我们可以 慢慢让自己的爱越来越成熟 OK 在那个过程中就是 其实你会发现到 你越来越能够好好爱人的时候 你的满 你 你其渴望从爱得到的那个满足 就会越来越好 所以今天的结论就是 爱是个能力 它是给予 它是积极的 嗯 我们都只在乎如何被爱 嗯 其实我们真正应该要在乎是 如何去培养爱的能力 跟如何去爱人 对 很棒耶 赞吧 你提议你很棒耶 哈哈哈 你是一个很棒的人 哇哦 对你是一个很棒的人 哇你在给我肯定的言语 对我给你肯定 对啊 因为就是 就是 坦白讲爱的艺术 超超级多人推荐我 真的哦 然后我也早就买 哈哈哈 我从来没看过 哈哈哈 所以我想说哇 提议都看了 提议来分享 分享完之后我就懂了 啊 对 赞吧 你知道而且你也这个 解释到各种的 这个重点这样 嗯 哇好难哦 那你你觉得你要 你会怎么 你会怎么 那你好 我刚才这样讲 我们最后 我们最后讨论一件事情 作为今天的结尾 OK 你看完了 那你接下来 你觉得你看完这件事情 你觉得你有 已经开始做出行动改变了 有 非常笃定的 真的是有 怎么说 就 其实佛罗姆里面 有提到一件事 就是说 呃 大多数人 为什么 没有办法精通爱的艺术 其实 理由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在这个当代社会里面 我们花了非常多时间去工作 但是爱的艺术 竟然要一生投入 但是它是什么样的事情 它是没有生产性的事情 他没有办法替你赚钱 对 就是他在资本主义下 确实是一个 确实是一个 弱势的艺术 没有人会 一生去钻研这件事情 所以说 因为我好好 培养爱的能力 变得很强了 我觉得一千万的身价 对不会 大家还是会去 倾向你追 追求那些其他的成就 这其实是完全可以理解 这个当代这个社会 的环境 就是长这个样子 是 但我们依然可以好好去练习 就对我个人而言 我看完 这本书之后 我感触最深的就是 他觉得爱的特征里面 很重要 是尊重 我觉得这个尊重的 这个特征 非常重要 因为我自己 经常性的 就本人的觉得 我照顾对方 那在过去的亲密关系经验里面 也经常会觉得说 我都是那个付出的角色 那为什么对方好像不符合我的期待 但是 这个界线 你要理解 就是当你照顾过多的时候 你在跨过 人与人之间的那条界线 指着说你这个个体 跟对方这个个体 中间终究有一条界线是 他在这个个体的范围里面 他有想要成为的样子 跟想要做的事情 那你必须去尊重这一条 当你给予了之后 也同时尊重他最后的决定跟反应 知道他是一个个体 他有自己的感受 这个是我现在在 就是最需要练习的 也持续在练习的 这个尊重真的很困 因为有时候大家就是 不管 其实不管在任何关系当中 对方给你的反应 其实不是你想要的 通常都会有情绪跟失望 对 那 对啊 尤其是你照顾别人 结果别人还不买单 你会觉得你也是靠北 嗯 对 但是 这真的很困难 我觉得尊重就是 我觉得尊重 尊重对我来讲是什么感觉 就是 你会真的很不喜欢 嗯 你可能真的会很不爽 对 但是 你当你知道尊重的时候 你会 换个角度去想这件事情 然后慢慢希望未来 碰到一样事情的时候 你不会不爽 嗯 对 这个其实就跟体能练习是一样 哈哈哈 真的 哈哈哈 就是一开始 好比说你跑步 你跑三圈超累 你累到跟狗一样 哦对 累到不行 但是你后来开始慢慢会觉得 哦 我我可以复合 嗯 那可是那个 那个过程 很痛苦 对很痛苦 练习尊重就是一个这么痛苦的过程 嗯 没错 好啦 我觉得最后就跟大家 配合任何能力都很痛苦 哈哈 你希望你自己 最后过得好 登峰造极 嗯 那就必然会经过这痛苦的过程 好啦 我最后分享一句 就是我 我自己看了很有感触 一开始听 你可能会没有 不理解他在说什么 嗯 但是你 我们讲完了这么多 你一定可以理解他 为什么这么说 弗洛姆说 如果我真正爱一个人 我就会爱所有人 就会爱世界 就会爱生命 这个指的是说 如果我们在谈论什么是爱 我们在谈论的是 爱的能力的时候 那 我们当我们真正爱一个人 指的是说我们 真的有能力 爱的能力去爱一个人 那我们就有能力 不只爱他 也爱其他人 不是只有伴侣之间 我全世界只爱他一个人 而是 我们都 对于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东西 都有爱 因为我有能力 去爱 所以我会去爱 我会爱所有的东西 只是程度不一样 嗯 那你爱我 爱啊 哎呦 哪次不爱啊 对看起来 对 对因为庭义 其实一开始跟我讲说 他一开始觉得那句话 杀小 哈哈 但后来看完之后 可以理解这句话 完全可以 对希望听到这边的观众 我们可以对爱有这件事 有重新新的想象 然后之后在日常生活当中 重新去实践它 对 让我们每一个人 真的好好培养爱 你的能力这件事情 嗯 那当然如果你对这本书有兴趣的话 就自己想办法去买 因为这本书完全没有业配 这本书超好买的啦 对超好买到时候都可以 对 反正就是重点 希望收到一件事情 爱是一种能力 我们需要努力的 练习它 培养它 对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 好好地去爱人 好好爱人 那我是洛义 我是庭义 那我是洛义 我们洛义不绝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拜拜